3月1号晚上8点 刘兰队阵青斗 韩德军能不能够上场 有幸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兄弟朋友 能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刘兵队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 CBA的第三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 将要在3月1号正式开打 本次CBA的第三阶段比赛呢 将分两个赛区 沈阳赛区和佛山赛区 两个赛区将进行 第三阶段的最后十年的比赛 其实作为兄弟来说 比较关注的是 刘兵队的大将韩德军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 韩德军呢在之前的比赛中啊 因为有VIMUS的一个冲突 造成了自己比较骨折 可以说比较严重 也是连夜送一 最终呢 韩德军也是缺席了第二阶段 剩余的好几场比赛 虽然没有影响 刘兵队的整体一个保守的位置吧 但是在内线位置上 确实也是出现很大问题 虽然说有朱镕镇 穆兰德 但是穆兰德呢 四后卫的话还可以 去顶五后卫啊 多数有点吃力 朱镕镇的话 相对来说 打球比较软 而且呢 突然不是很稳定 所以说目前来看 刘兵队呢 还是非常戏仗 比较韩德军的 对于很多喜欢 刘兵队的球迷来说呢 他们也是非常期待 韩德军能够 真正的回归赛场 帮助刘兵队呢 在白赛季呢 争取的能够获得总冠军 因为距离 刘兵队上一次获得总冠军 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作为刘兵队球迷呢 非常希望了 刘兵队也能够再次的 获得总冠军 因为本赛季呢 可以说刘兵队的机会 还是非常大的 作为老牌的对手 广东队 本赛季 确实困难比较多 包括外园 维姆斯的状态 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而且已经年过36 新元来的能力 确实不是很强 加上周鹏 一线来的这些老将 可以说逐渐的老区 作为传统强队的 刘兵队 在本赛季啊 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只要是球队的伤病 不是很严重 我认为本赛季的总冠军呢 很有可能 被刘兵队获得 作为老将 韩文君 他也是非常希望 能够获得自己的 第二个总冠军 在之前受伤之后呢 韩文君呢 也是积极的恢复 在过完年之后的 第一次集训中 我们也能看到了 韩文君呢 已经正常的能够 参与训练了 随着比赛的临近 在3月1号 晚上8点 刘兵队呢 将会对战青鳥队 这场比赛 对于雷雷来说呢 可能挑战性不大 因为青鳥队的实力 不是很强 球迷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韩文君 能不能够 在白场比赛出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韩文君呢 很有可能 在白场比赛出场 但是呢 可能出场的时间 不会太长 毕竟久离赛场 自己的状态 包括一些稳定性的 都不是很强 而且自己还有一些伤病 所以说 即使韩文君上场 可能上场的时间 不会太长 杨明呢 应该会保护性的 让韩文君打一会儿 打个十分钟左右 其实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时间 我们是希望呢 在这场比赛中呢 韩文君能够 战争的找找状态 因为目前来说 第3阶段 只有10场比赛 这10轮比赛 争取呢 能够让韩文君呢 恢复到自己最合水平 在机会赛中呢 战争能够扛起 内线的大旗 带领流用队呢 在本赛季啊 能够再次的 获得CB的总冠军 也是祝福流用队 祝福韩文君 争取呢 在本赛季呢 再次获得CB的总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名流球 下期再见 小名流球